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這群活潑可愛 充滿朝氣的小賤賓 是我們達邦國小的小朋友 小朋友 大老師哥哥好 好可愛 你們都要準備上課了對不對 對 不過你們身上都沒有背便當 你們中午要吃什麼呢 營養午餐 哇 那你們今天就要吃好吃的營養午餐囉 對不對 大老師哥哥 可是我們今天只有讀半天 對啊 哇 那就吃不到好吃的營養午餐 你們有沒有想過我們的獵人 每天早上也是跟你們一樣 很早就爬上山 但是他們要花一天的時間 中午要吃什麼呢 山上有沒有人幫他煮營養午餐 沒有 沒有喔 沒有喔 那他們吃什麼呢 地瓜 得到的獵物 可是你們有沒有想過 這個獵物要帶回家啊 不能把它全部吃掉啊 對不對 對 我們在山上吃了 那我們家人吃什麼 沒有關係 這個時候我們一定要拜訪我們部落的人 好好請教他 我們的獵人以前在山上到底是吃什麼 好不好 好 請提之下 你們準備上課了好不好 現在要看一下時間 快要遲到囉 你們幾點上課啊 七點半 好啦好啦好啦 趕快排路隊 排路隊 排好 好 準備上課 路上要小心喔 起步 走 走右邊 道五師哥哥拜見 好乖喔 那現在道五師哥哥呢 就要來去拜訪我們部落的人 請教他一下 我們的獵人 到底在山上吃什麼呢 走 嗯 這裡是往學校的路 應該是走後面 哇小朋友 香香的味道就是從這裡來的耶 快點快點 採用了大姐 道五師 哇是你啊 對啊 十一美 廚藝精湛的料理達人 熱衷族群美食的推廣與創新 這個廚藝飯就是我們周族傳統的主食 對 對不對 獵人的便當 對 獵人的便當 那今天就要好好來教我怎麼製作這個 傳統的獵人便當 好不好 好 那我現在帶你過去做 這邊告訴你我們的那個 獵人便當的那個故事 真的嗎 對 太好了 走吧 走 獵人便當 顧名思義是讓獵人外出工作時 果腹的食物 原住民的獵人便當 主要以地瓜為主 不過也會因應環境的不同 發展出其他形式的便當 好 現在要開始製作我們的竹筒飯了 對 我們竹筒飯怎麼講 摩尾 摩尾 竹筒飯 摩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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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什麼竹子 這是貴竹 貴竹 那我們竹筒飯都是 摩尾都是用貴竹嗎 都是用這一個 但是以前的話 老人家是有用過 那個 綠竹筍 綠竹 對 綠竹 所以以前是用綠竹 現在是用貴竹 對 別的竹子不行為什麼 這個貴竹它有一個 一層膜嘛 裡面 喔這有竹墨 對竹墨 所以竹筒飯 這個竹墨很重要就對了 對很重要 喔一定要有這個竹墨 如果沒有這個竹墨怎麼辦 烤好了打開它完全就 綿綿散散散的那種的 它沒有像這個櫃竹有竹墨 會把它那個米包起來 喔這個竹墨很重要 要記住喔 那我們接下來該怎麼做呢 這個喔 把這個米這樣放進去 這是什麼米 糯米 殘糯米 殘糯米 對 不可以用別的米嗎 以前有自己種稻 嗯嗯 漢稻 對 那現在齁 大家都沒有在種了 所以現在一般就是用那個 殘糯米 所以以前不是用漢稻的話 就是用小米 有小米 好那我們加這個米 殘糯米要加多少 七分盲齁 來我看看 這個要不要抖一下 不行不行 你抖的話它 烤的時候這個會 蹦出來 喔因為它會膨脹嘛 對 所以千萬 你絕對不可以這樣敲 這樣不可以敲 對 我們用水下去 那水一定要蓋過米 喔 所以大概 七分滿的米 再加水 然後那個水到八分之後 對 就可以停了 可是這樣子不能烤啊 可以啊 將米與水填至八分滿後 在開口的地方塞進葉子 就可以拿去烤囉 這樣子剛好切齊 這樣子可以 哈哈 道士哥哥完成了 我們獵人的便當 摩歐友啦 對不對 對 對啦 所以這是我們州族的獵人呢 每個人都會帶到山上去 對 對不對 只吃這個我們的摩歐友 還有一個 還有 對還有一個 還有什麼 還有一個是 它也是獵人包 有獵人便當 還有獵人包 那這個獵人包是什麼 獵人包以前是用 也是糯米它下去蒸 蒸熟了以後你要 用倒的打麻糬那種的 然後就用 一團一團 好像放一團這樣一團一團 然後用那個香蕉的葉子包起來 達人說 因為麻糬放涼了會變硬 所以過去獵人要吃的時候 會先將它拆開 放在火上面烤軟 而到了物資豐浴的現代 我們會在裡面多加一些配料 增添食物的風味 不過在以前 是什麼都不加的喔 這樣子也比較利於食物的保存 好 我們要怎麼烤呢 我們首先這個火在中間 對 我們的竹筒放一定要在它的周圍 這樣立起來 在周圍 對 立起來 喔 你不能放中間啊 因為放中間它 一下子就烤焦了 而且它不會熟 所以我這樣子放是對的嘛 對的 不可以直接放在火中間烤喔 對 不可以放在火中間烤喔 這樣馬上就把它烤焦 這是不對的喔 對 然後你烤 你還要一面烤一面轉 這樣 喔 這個很重要 因為你烤這邊 它後面不熱啊 火沒有弄到後面 它不會熱 所以你一定要 一段時間就要這樣轉 就要轉 轉來轉去 對 我們多久要轉一次 你看它的 它的外皮嘛 因為它外皮已經開始焦黃焦黃的話 你就要開始轉另外一面 這個竹子啊 我們這樣子燒有沒有 一般是會直接燒掉的 對啊 因為我 所以我們一定要找比較年輕的竹子下去烤 它的水分比較多 所謂年輕的竹子是大概幾歲 差不多一年生到兩年生的三年都可以 所以一年生兩年生三年生 第四年就不行了 比較不好 因為它水分比較少 你烤起來它容易會燒掉 竹子的挑選也很重要喔 太老的竹子水分少 很容易在火烤的時候燒起來 而當竹子顏色由綠轉黃 開口處開始冒起水泡時 就差不多烤熟了 可以吃囉 其實我們的摩油呢 份量蠻少的耶 真的是很少 對啊 這樣子我們獵人怎麼吃得飽 是這樣子 以前的獵人 我們周祖 差不多七十五年 四幾歲的時候 就開始塑腰 你說塑腰啊 對 那用什麼塑啊 它一般都是用皮繩跟那個樹藤下去 塑腰用 那這個要塑到什麼時候呢 就塑到你人走了 晚生以後啊 一輩子都不拿下來喔 就要洗澡的時候 哇 一般是不能拿下來 只是不會拿下來的 只有洗澡的時候 才會把那個樹藥拿下來 對 哇 還有這個故事就對了 對 很厲害 由於過去周祖男子 有樹藥的習慣 所以食量真的不大 他們認為吃少一點 才能保持體態輕盈 體態輕盈 動作才會敏捷 而動作敏捷 是當一個好獵人的首要條件啊 可以了喔 可以了 好 那我們要怎麼吃呢這個 怎麼吃齁 我先講我那邊 我那邊都是用敲的 我們這邊也是一樣 但是我們這邊就是找 有石筒就用石筒 有木棍就用木棍 你一定要從底下開始敲 它有結的地方這樣敲 小朋友這邊有一個重點喔 就是你必須要先敲我們竹筒飯 底部有一個結的地方 要敲這個地方它才會往上裂 如果你敲上面的話 是不對的喔 對不對 對 敲上面的話 你會把它炸到全部碎掉 對 對不對 這樣就不行了 你看我的 你看 這樣 有沒有 有沒有 可以了 可以了嗎 打開來 有沒有看到 竹筒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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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獵人的便當 摩歐油 摩歐油 把手套拖下來嚐看看味道 哇 你看 是整條的耶 為什麼我們小朋友大姐跟我們講說 一定要用貴竹 因為你看看 它的竹末 把我們的糯米飯 團團包圍起來耶 變成圓柱狀的對不對 對 小朋友 在我們製作摩歐油的同時 這裡面到底藏有哪些科學原理呢 接下來 我們就要來去問老師囉 王雅琳老師好 大家好 王雅琳老師 日中自然科學教學 喜歡設計別具巧思的趣味實驗 雅琳老師 我們在製作這個摩歐油的過程當中 其實我滿多疑問的耶 這個摩歐油在做的時候 它是什麼做的 竹子 竹子 竹子很容易燒起來 對 很容易燒起來 你看道士哥哥手上這個竹子 點一下 有沒有 有 很快就燒起來了 很快就燒起來了耶 可是呢 放在火堆烤的時候 它不會早起來啊 竹子是可燃物喔 所以我們在燒的時候 其實很快就可以把它點燃 把它燒起來 那為什麼竹筒飯的竹子 看起來好像不容易燃燒呢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竹筒飯在製作的時候 它的竹子是採用一年生或是兩年生的竹子 那它那些竹子剛出生的時候 是盤有水分的 所以它在燃燒的時候呢 水分會把一些熱量帶走 我們大姐是不是說了 這個烤這個竹筒飯 是要一定的時間 也不可以太久喔 為什麼我們在做這個竹筒飯的時候 你看喔 我們把那個糯米 加到這個竹筒飯裡面對不對 對 小朋友我們要裝多少 大概 七分滿 對 那我們的水呢 八分滿 對 為什麼不把它全部裝滿就好了 那關於這個問題呢 我們等一下來進行一個實驗 然後實驗過程當中 老師就可以告訴你 為什麼糯米我們不能裝滿 小朋友接下來呢 我們就要了解一下 為什麼我們的 摩油裡面的飯跟水 不可以完全加滿喔 馬上來看看 雅玲老師為我們帶來什麼有趣的活動吧 老師蛋跟竹筒飯有什麼關係 其實蛋跟竹筒飯沒有關係 不過我們今天利用這個蛋 來做成蛋殼飯 來解釋竹筒飯當中 所發生的科學的現象 所以你希望小朋友來把裡面的蛋白啊 蛋黃都取出來就對了 對 然後用這個蛋殼 當作一個煮米的那個器具 我們的竹筒裡面是不是空空的 對 當我們把蛋白跟蛋黃取出來之後 裡面怎麼樣 空空的 也是一樣 空空的喔 現在就讓小朋友們兩人一組 開始製作蛋殼飯吧 不過動作要輕一點 不然很容易就弄破囉 這邊... 那壞了 怎麼會是腹下面練 腹下面練 輕輕鬆 好 看一下 好嗎 等一下 白智有話要說 跟同學說一下 鬥要圓一點 這樣子蛋黃才能出來 而且我們的糯米怎麼樣 才可以... 換筋筋 對 沒錯 有沒有 報告是市的班長 看小朋友們一個個認真的模樣 好像都做得差不多囉 小朋友我們已經把蛋取出來 然後蛋殼簡單沖洗完之後 接下來我們就是要填充米的那個部分 然後記得我們在竹筒飯的達人那邊 有提到說我們的米跟水要怎麼樣裝 好 還記得嗎 OK 所以我們現在分組開始填充米 還記得剛剛在達人那邊學到的知識嗎 米與水的比例要如何填充才是最恰當的呢 現在就讓小朋友們自己動手做做看吧 老師有發現大家每一組裝的米的份量跟水的份量都不太一樣 不過我們等一下就先來實驗看看 那因為我們不想讓那個蛋殼直接跟那個火源接觸 所以我會用隔水加熱的方式 現在我們要把我們的蛋放到這個燒杯裡面一起 所以要先區分 所以我要在上面先寫號碼 要有編號就對了 對 我們要看哪一組做出來的米飯呢 就是填充得剛剛好 然後不會滿意出來 馬上進入下一個步驟 先講小朋友們的蛋殼飯做好編號放入燒杯 在燒杯中倒入一點點的水 然後點火開始蒸煮 同學們應該有注意到我們的竹筒飯在煮的時候 那個糯米塞進去之後 它的開口的地方是不是有敷一片葉子 什麼葉子 對 那葉子的作用是希望可以讓它保有裡面的水蒸氣 然後水蒸氣不會跑出來 也可以讓裡面均勻加熱 所以在這邊我們的蛋殼飯其實也有缺口對不對 對 理論上老師應該用錫脖子把它蓋住 也是做得像葉子的作用一樣 可是我們要方便觀察 等一下我們的飯到底煮好沒有 所以老師想要把那個葉子是蓋在這個上面 就好像我們煮湯的時候 媽媽是不是都會加蓋子 有沒有要加蓋子 加蓋子的目的就是要 可以加速它整個加熱的時間 水蒸氣可以在裡面 就比較不會外溢 然後熱量就不會浪費掉 加蓋是為了不讓水氣蒸發 才能均勻受熱 然後洗脖子 同學有沒有注意到它有涼面 這是霧面 然後這是比較亮面的 對 然後一般我們在使用的時候 霧面 等一下我是要這樣蓋還是要這樣蓋 亮面 霧面 霧面 亮面朝外 霧面跟亮面有什麼差別 亮面的地方是比較容易反射 對 所以在這個實驗當中 因為老師希望他可以把水蒸氣 一直保留在裡面 所以我會選擇把 亮面朝裡面 然後它的熱要打上來的時候 它就會怎麼樣 對 它就一直保留在裡面 好 那就把它乾 我需要兩隻手 小朋友清楚了嗎 吸脖子的亮面有助於反射 所以要朝內 在我們做完加蓋這個動作後 接下來就是耐心的等待 仔細觀察燒杯內蛋殼飯的變化 哇 燒杯內的水滾 蛋殼中的米飯也好像逐漸膨脹了 嗯 一到五隻哥哥專業的判斷 應該差不多快好囉 我們的那個蛋殼飯已經差不多 所以我們現在要把它取下來 把我們的蛋殼拿下來 好 哇 聞看看 聞看看你們的飯 其實有蛋香的味道耶 成果驗收的時刻到了 小朋友你們自己觀察看看 每一組做的蛋殼飯 是不是都有些不同呢 知道排骨頭 你把他放出來 是喔 他剛剛爆炸 對 所以我們開始 裝的那個量都不太一樣對不對 我們的米如果加熱之後 它煮成飯之後 它經過化學變化 它的體積就會膨脹 那像4號 因為它體積比較小顆一點 所以你看 它最後膨脹完之後 米就像火山藥又出來了 對 不過它真的 有沒有注意到 我們的飯跟米 米的顆粒就比較小 對 飯的顆粒就比較大 蛋殼飯的製作很簡單 先在空蛋殼內 倒入一些白米 再加入超過米粒表面的水 然後放入燒杯中 倒入少許的水 並將杯口蓋起來 在加熱蒸煮的過程中 杯蓋會降低熱量散絲 而米會吸收水分 受熱煮熟膨脹 此時造型可愛又美味的蛋殼飯 就完成啦 可以開動啦 軟Q的米飯帶著一點蛋香味 是不是很可口呢 再交換吃吃看同學做的 回想一下 當初製作時的米水比例 再比較一下吃起來的口感 是不是有些不同咧 從這個活動中 我們是否也掌握到 竹筒飯的製作訣竅呢 所以我們現在接下來進行 第二個實驗呢 同學注意看 這是紙杯喔 這裡面沒有裝水 然後呢 另外這邊對照的地方 我是紙杯 但是裡面有裝水 那我們要做的實驗就是 紙杯 如果用火直接燒它 你覺得會怎麼樣 直接燒掉 直接燒起來 那如果它裝了水 會不會有不一樣的結果呢 我們要請道士哥哥 先幫我們點火 所以這個就是要來做 我們的對照就對了 對 兩個都是可燃的物體嗎 兩個都是紙杯 將裝水及沒裝水的紙杯 放在酒精燈上燃燒 究竟會發生什麼事呢 有聞到味道嗎 好像有一點味道 有聞到 有沒有 有焦焦的 有焦焦的味道喔 有沒有冒煙 有 有 等一下 這我要趕快拿起來 要不然會整個都著火了 你看 這個裡面 差一點點就要燒透了耶 有沒有 有沒有 欸 老師 經過你這樣子對照之後 很明顯耶 剛剛那個沒有裝水的杯子 就熏黑了對不對 對 然後有裝水這個杯子 大家可以看一下 杯子的底部 來 把水倒出來 就是剛剛那個裝水杯子已經燒過對不對 對 來觀察一下 看一下它的底部 有沒有熏黑 沒有 那為什麼這個裝水的紙杯呢 它在燃燒的時候 就不會像剛剛沒有裝水的紙杯燒起來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如果沒有裝水的時候 這酒精燈的熱量就直接給那個紙杯 然後紙杯它就會達到它的燃點 就熏起來 對 可是如果裡面有裝水的時候 它的熱量就給了紙杯 不只給紙杯還給了水之後 水它就會開始加熱變熱 所以大部分的熱量都給誰帶走了 水 對 水非常聰明 所以竹筒飯的原理也是用這樣子的 它用年輕的竹子 竹子裡面就會有水分對不對 所以在燒的時候 它裡面的水就會幫忙 把一些熱量帶走 紙張在空氣中加熱時 開始並且繼續燃燒的最低溫度 叫做燃點 因此當火焰的溫度 高於木材的燃點時 紙張上的木材就會燃燒起來 此時湖內的水溫會開始上升 當達到某一個溫度時 水的內部會有大量氣泡翻滾上升 使得水面呈現激烈擾動狀態 這種現象我們稱為沸騰 而這個時候的溫度 我們稱之為沸點 在做完剛才的比較之後 雅玲老師說 她要來煮味噌湯給我們喝 而且是用紙杯煮的 大家告訴我想不想喝 我們的水怎麼了 冒煙了 那就代表已經滾了 可以下味噌們的配料 對 一定很好喝 好棒喔 還要再讓它滾一下 好 像煮水餃一樣 還要等多久啊 到底煮好了沒 看起來是好的喔 這是味噌湯 很香對不對 很香 有沒有 什麼味道 好香喔 這個紙碗 到我們直接放在那個 酒精燈加熱 它為什麼不會燒起來 也是因為它裡面有水對不對 對 所以它在加熱的時候呢 水吸收熱量 所以 因為水的燃點比較低 水是100度C 紙杯稍微會比較高一點 所以這時候呢 所有熱量就是提供給水 讓它水滾 所以我們就可以利用這個原理 來煮湯 將空的紙杯加熱 溫度達到燃點以上 紙杯會燃燒起來 但若將紙杯裝水加熱 杯中的水受熱蒸發 會帶走大量的熱 當水達到沸點時 溫度不再上升 所以紙杯的溫度 較難達到它的燃點 紙杯也就不容易燒起來了 好 今天開不開心 開心 沒錯 我們終於知道 我們皺德烈人 去山上吃的 就是我們的什麼 皺豆 就是我們的 而且我們的雅琳老師呢 今天教了我們做兩個實驗 然後是兩個實驗 還有什麼 還有什麼 沒錯 而且我們也打破了一般傳統的觀念 一個可燃的物體 沒有想到加了水之後 會不會早 會 沒錯 而且電視機前面的小朋友 使用火的時候 一定要有大人陪同 這樣子你才可以跟我們一樣 煮這個很美味的 味噌蛋花餐 乾杯 耶 天好喝 那你們今天就要吃我們的營養物餐了 對不對 對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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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紙人 白紙人 起